说吧 帮我脱困到底有什么目的 脱困 我只是想送你回家 交个朋友脱什么困 难道在宴会上 开枪的人是你们 算你反应得够快 我要是反应快 就不会在这儿了 你们干嘛帮我来这儿啊 因为你大哥是罕奸 你是汉奸的弟弟 我们的目标是李子航 你就是最好的优儿 我觉得你们想错了 如果我大哥得知我被抓 他是会找人试图营救 但绝对不会为了我以身涉险 那是为什么 我们家的情况你不了解 我曾经试图说服我哥 让他别把家里的公司 和日本人合作 因为这个事情 我还离开了上海 我这次回来也是要说服他 辞去新政府部门的工作 放弃上海的产业 我跟他的关系 没你们想得那么好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那就意味着 你对我们毫无忧众 不是 我大哥只是在 新政府部门任职 也不是什么重要官员 你们为什么要杀他 这个你没必要知道 你大哥所在的物资供应处 有我们的重要情报 而他的死 可以给我们获取情报的机会 等等 如果我能搞到你们想要的情报 是不是就可以不杀我大哥了 你刚才不还是说 你们兄弟俩关系不好呢 这会怎么要为你大哥求情呢 那关系再不好 他也是我大哥呀 而且我相信我大哥只是一时糊涂 迟早他能想明白 你凭什么让我们相信你说的话 你先告诉我们 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让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情报 好啊 但是你得先告诉我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他被绑之后表现得很冷静 不像一般的附加自己 我认为他不可信 我们不能冒这个风险 如果他愿意帮我们的话 风险比刺杀李子航要小得多 如果他回去向日本人告发我们 后果不堪设想 我建议立马杀了他 你不要威严耸天 他所知道的信息非常少 他不会威胁到我们的 相反如果他愿意帮助我们的话 对我们的帮助会非常大 林队长 我建议你不要这么做 我是指挥官 我会权衡轻重 林队长 你再权衡一下 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身份 但是如果你敢出卖我 你就会死在我的墙下 我既不想升官 也不缺钱花 只是为了保全家人的安全 出卖你们对我没有任何好处